通慧大和尚 通慧大和尚为江西马祖道场 隆居士的方丈 南魔第三世多杰强佛的清晨弟子之一 一名通慧老和尚 跟南魔第三世多杰强佛学法 早已超凡入圣 具圣僧之格 威德事迹甚多 所在之处有人常见农天护法护佑 其寺庙干枯三十余年的大营信述 通慧大和尚撒上菩提圣水 银杏树枯木丛生 依然复活 1992年通慧大和尚到缅甸去迎请佛像 到达的前一晚 缅甸全国上下人的 突然夜梦通慧大和尚 即是今生罗汉即将驾临缅甸 一日全国上下人山人海的来供养大和尚 在小圣中 他们称罗汉犹如称妙诀菩萨 可见通慧大和尚是如此了不起的大圣者 大和尚于2013年2月26日晚上8点40分 在龙居寺生死自有而云集 世寿92年 生纳83年 戒纳74年 是佛教界知名大德 大和尚世纪后法体双坛 停放于龙居寺马祖殿内 并指示三年后当众起纲 大和尚肉身于2016年6月12日 农历5月初八 由其弟子率领四众佛弟子千人 依佛科宜遵循至及时开纲 起纲后大和尚肉身完整 色如白玉 如此圣迹再次体现了如来正法 真实不虚 大和尚肉身设立 现已川经供奉于龙居寺 也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